1.3.2.3.2.3. 由斌里 賈靜雯 柯佳彦主演的Netflix起劇 媽別鬧了 上線短短兩天 就直衝台灣排行榜冠軍 鬧區也掛出了超大看板 斌里兒子周湯豪 特地去和老媽的大看板合照留念 現在要去 跟Brigid的看板開照 有個紀念 恭喜 哇 誰來了 太厲害了吧 我剛剛在來的路上 一路開過來的時候 車子還先經過了美美家 再到看板 所以就是我覺得生活中 冥冥之中就是會給你一些 說不出來的一些 生活中的浪漫吧 很替他感到開心 很感動 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 走上去看 發編到了 比里奎為多年 再度重返螢光幕前 周湯豪可是隨事在測 輕力輕微協助老媽 不僅擔任MV導演 還陪著一起拍殺情戲 現在是早上六點半 比里奎準備要拍 馬別鬧了的 最後一幕 不是戲裡面的最後一幕 但就是他們 就是 拍完這一幕 基本上就是殺情了 然後選在一個很美的一個 海邊 等著日出 來做為Ending 所以還蠻 蠻浪漫的啦 這個結束的方法 所以等一下 看一下怎麼樣 畢姊剛剛在訪問的時候 已經哭了還沒拍 我覺得可能早上六點半 大家剛起床 然後又要拍 現在就是最後一幕 大家都有點特別的感傷的感覺 爸 別鬧了 比里復刻經典歌曲 什麼都不必說 也找來一票演藝圈大咖 一塊兒跳起來 什麼都不必說 我已經不再是那 苦味的花朵 什麼都不必說 我已經不再是那 苦味的花朵 什麼都不必說 我已經不再是那苦味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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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說 Script 什麼都不必說 所以贏到該過去面 對 Don't call it 例天的歌曲 爭搔心